周杰伦、王力宏、林俊杰和陈奕迅,这四个歌手谁的实力更强? 周杰伦、王力宏、林俊杰和陈奕迅,这四个歌手谁的实力更强? 首先,周杰伦、王力宏、林俊杰、陈奕迅这几位歌手本人都挺喜欢的,感觉可以以几个方面比看看四个人 1. 出道时间 陈奕迅和王力宏都是1995年出道,周杰伦是2000年出道,而林俊杰是2003年 从时间看,陈奕迅和王力宏算是后两位的诗歌了,但陈奕迅出道时间早,但十年以后才真的活起来,陈奕迅刚出道那会,四大天王等好歌手太多了 2. 专辑质量 从2000年到2010年,周杰伦的每张专辑都有被粉丝传唱很久的歌,专辑含金量最高 陈奕迅最开始是十年,K歌之王,你的背包等等几首歌活起来的 王力宏要比陈奕迅还差一点,因为一首《龙的传人》被传唱带火,直到后来花甜错,唯一等歌曲才流传开来 2004年,林俊杰出的江南那首歌,这专辑质量也很高,林俊杰的曹操,编号89757,1000年以后等等都停火 王力宏现在出专辑的速度不定了,也没有稳定出新歌,之前2004年到2010年的热度很高,锦中的日月,大成小爱,花甜错,改变自己等等,但王力宏后来没有什么持续的曝光度 总问言之,周杰伦、王力宏、林俊杰、陈奕迅这四位歌手目前仍是活跃在乐坛之中 陈奕迅和周杰伦参加节目做音乐导师,林俊杰也参加音乐选芭蕾节目,王力宏开始拍电影了,他们都有自己发展线,祝福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